今天有没有对决啊 我也想知道 小致 你知道这盆花的名字吗 这不就是香日葵吗 李赫又开始了 不对 这盆花的名字叫做相贺魁 因为它一直等待着我 只有我才会给它浇水 配合一下吧 不然它会闹别扭的 肚子都笑疼了 太有趣了 是吗 能理解我幽默感的人 你是第一人 还好我给了你一个入学的机会 那编码能力考核 可以取消了吗 说什么呢 必须得考核 难道你对它没有信心 随便考吧 考编码能力 我可是比任何人都有信心的 万一没有通过的话 我会自己离开的 小致呀 你可别把话说得那么满呢 刚才那些话你是认真的吗 是 糟糕了 一点意味也没有 连只虫子都没有 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住在这里了 没错 那你可千万别后悔呀 这里是不是有虫子呀 可恶的大管家 真是个喜欢多管闲事的家伙 打开地图 那边肯定藏了什么东西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要给我详细的报告 明白了吗 我知道总有一天 他们会带我到 潘多拉盒子所在的地方 我们到了 打扰了 你终于来了小致 自从上次对决 我们好久不见了 有两天吗 我是说我一直在等你呀 还等什么 快进来 这里的宿舍原来长这个样子 简直像个宫殿一样啊 我把这儿布置成了家的样子 不然会睡不着 真的是太棒了 千万别动 怎么了 这是很贵的收藏品 就拿刚刚那个机器人来说 那是全球只生产了 十台的限量版蓝色狐猎 可是超级稀有的 这样啊 可是你怎么会收藏了 那么多编码机器人呢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 编码机器人 所以关于编码机器人的 一切信息 我都能倒背如流 自然也会收藏 很多稀有的编码机器人咯 哦 原来如此 不过 我一会儿要睡哪儿啊 哦 对了 看 那就是你的床了 那就谢了 别客气 我们可是朋友 离开 小支 刘娜 你们两个跟我来 和我对决 什么 这么快就开始 不不不 不对 是编码对决吗 好啊 拍到了奇怪的东西 有没有图片给我看看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摆出 这么白痴的表情 大管家 为了一方万一 还是要继续保持警惕 辛苦你了 大管家 大管家 就是说呀 我的向何奎 你们开不开心呢 说吧 是什么对决 到底是什么对决呢 这 这是干什么呀 每个礼拜都要安排一天时间 好好锻炼身体 我们吃完饭再运动吧 两个小时前 我们才刚吃完的饭 什么 两个小时了 我不行了 再不吃饭 我就要饿死了 这样算什么退决吗 没有充足的体力 是绝对不可能获胜的 而且还要减肥 大卫王退决 我准行 热身完 我们就开始锻炼吧 什么 现在还没开始吗 离开家园 有啊 一真正 一 二 三 四 你的体力还真不是盖的呀 刘娜她 无论是运动还是编码 就没有她不在行的 只要勤家练习 谁都可以做到的 离开 其实你也蛮厉害的 是吗 你居然能看得出来 每周要做这么多运动 都受不下来 这 什么 这可是本下的三大谜团之一嘛 对了 要不要试试那个呢 专注力对决 专注力对决 能是什么样的对决呀 不要 不要 我不要 就是那个咯 呃 展翅高飞吧 颜色凤红 哇 原来这就是刘娜的编码机器人呐 好帅呀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呀 只要是编码对决 就没什么好怕的 好 那就开始吧 呃 必 必须要走到尽头吗 这 这是为什么 考验专注力的话 这个方法是最有效的 我先出发了 我先出发了 看好我的示范哦 哦 哇 好厉害呀 来 轮到你上桥了 光是看着就够吓人了 呃 怎么 你做不到吗 呃 怎么会 你能做到我就能做到 小菜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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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我已经练习了好几个月 而它一次就成功了 哇 嗯 危险 啊 啊 这玩意儿是从哪儿飞出来的 谢谢你 如果没有红色风暴 我就麻烦了 没事 哥哥姐姐们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这不是小秋吗 我们正在进行编码训练呢 她叫小秋 是机器人零件设计的高手 每次编码机器人出现故障 小秋都能把它修好 你好啊小秋 大哥哥你是谁 我怎么之前没见过你呢 我可是早晚会成为编码战神的小只 那个小只哥 我能看看你的机器人吗 好啊 她的名字叫红色风暴 是我唯一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 怎么了 你好像有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型号 谢谢你愿意把机器人借给我看 这台机器人果然不仅仅是个老古动而已 吃一下可是越来越有趣了 让我捏捏 我们的小可爱小秋 好可爱啊 快放开我了 朱丽安 编码对决实力不是一般的强 琉娜 银色凤凰 绝不是等闲之被使用的机器人 这女孩早晚能派上用场 辣眼睛 除了吃一无是处 小智 红色风暴 值得研究 这个编码内核呢 发挥的作用就像是编码机器人的大脑一样 只有把编码内核装上以后 编码机器人才能接收到我们发出的编码指令 并采取相应行动 琉娜 小智 小智 南瓜 你说什么 南瓜 你是说老师长得像南瓜吗 您听错了 老师 我的意思不是说老师您长得像南瓜 理论知识不扎实 在编码对决时 你怎么知道输入的编码指令是不是正确呢 你明白吗 明白 下面的课不要再睡着了 是 好 和磕睡的对决正式开始 王老师 能不能让这家伙安静地睡完这堂课呀 什么 好了 同学们安静一点 谁知道给机器人输入编码指令有哪几种方法吗 刘娜同学你来吧 在编码机器人处于未启动状态时 可以通过连接外部装置输入编码指令 在处于启动状态时 编码战士只能通过编码手环 现场输入编码指令 刘娜同学回答得很好 竟然把所有理论都背下来了 不愧是刘娜呀 下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 真是的 好了 下节课是编码对决训练课 大家先休息一会儿 小智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杯是用来提神醒脑 缓解疲劳的聪明茶 喝吧 这玩意儿好苦啊 刘娜累的时候就会喝呀 是她让我给你的 不烫吗 一点都不烫 我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变聪明了一点 刘娜呀 想不到你居然这么关心我 谢谢你呀 只要你不在后面打瞌睡 我们大家才能正常上课呀 怎么了 日茶有问题吗 没 没有 聪明茶很好 这里有点太美好了 所以很奇怪 不太适应 你想说什么 我一定要通过考核 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 小智 我没有打瞌睡 真的没有 你过来一下 我有东西要给你 看 这是什么 你的编码手提箱 好好保管红色风暴和编码控制设备吧 谢谢你 王清老师 对了小智 红色风暴使用的是第一代编码内核 要不要更换成最新型号呢 不用了 王老师说过 编码内核相当于编码机器人的大脑 如果换掉就不是原来的红色风暴了 好了 本节课是编码对决训练课 大家准备好进行编码对决了吗 现在有了新装备的加持 打败你 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和我对决吧 老师 我们要去外面对决吗 对决在教室里进行 这里吗 嗯 编码对决的场地 八角对决台 真是太炫了吧 红色风暴看到了吗 先忍忍 我们马上就有称霸全场的机会了 今天要参加对决的同学是 朱丽安 朱丽安这小子 我今天一定要和你一决胜负 还有刘娜 请两位同学带着编码机器人到前面来 嗯 老师 为什么不是我而是刘娜呢 这个家伙明明是我的对手 嗯 编码对决不是亲自上场对决 才能学到东西的 看看其他同学的对决 也是很有帮助的 嗯 嗯 怎么会这样 哇哦 期待耶 你应该准备好了吧 刘娜 当然了 你最好也做好心理准备 朱丽安 展翅高飞吧 银色凤凰 银色凤凰 哦好帅啊银色凤凰 银色凤凤凰 也實在还是好 三百音 比较好 动作敏捷方面 肯定是银色凤凰站上风 躲开荣耀黑豹的攻击 再瞄准弱点触击 但是荣耀黑豹 根本就没有弱点 刘娜 你可以的 刘娜加油 刘娜 你的实力确实提高了 但是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开发的新招式吧 荣耀黑豹 黑暗之谋 变马 风暴之血 出现了 银色凤凰最高级的躲闪技能 风暴之血 呃 糟了 怎么了 呃 没 没什么 哼 可恶 这小子竟然对刘娜用这种招数 刘娜 不能输啊 哈哈哈哈 哇 耶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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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这么吵啊 趁现在 上儿 嘿嘿 朱莉安 你还是给我乖乖投降吧 小枝 安静一点好吗 你干扰到我们了 朱莉安和刘娜两个人的表现都很棒 你们的进步都很明显啊 只要像他们一样努力练习 大家都会进步的 明白了吗 好了 今天的编码对决就到这里吧 朱莉安 谢谢你愿意拿出真正的实力 我学到了很多 没什么可谢的 大家都是为了好好上课 刘娜 刘娜 你编码对决的能力实在是太优秀了 银色凤凰简直率翻全场了 下次对决 你肯定能打败那个装枪做事的臭小子 小枝 大管家 怎么了 你在编码能力考核的对手已经定了 无论对手是谁 我都一定会获胜的 是谁啊 小枝的对决对手是 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 刘娜 是刘娜 是我 小枝和刘娜要进行编码对决了吗 没错 没错 不要啊 哈哈 小枝和嘉惟 小枝和娜